事實上在這次我們開放那個餐廳內用 就講說要觀察兩個禮拜 本來就沒有打算馬上調整 因為一切都還要再看一看 那麼8月1號到8月7號 我們台北市確診案例24例 不過 真正的本土只有20例 4例是境外移入 那這20例裡面 負面感染源的是8例 我們一開始講說 我們是說 每天 這個確診案例10例以下 平均起來 一個禮拜平均起來10例以下 然後 然後不明的要2例以下 所以這個遠遠在我們 設定的標準之下 所以目前 在台北市疫情是 在控制之中 也因為這個案例少 我們通常可以盯得更仔細 所以 我想在這個情形下我們就 慢慢的 換開管制 大概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當然疫苗還是最終解決方案 現在我們疫苗已經打到46.9%了 不過這是打一劑的 打一劑大部分對這種 原始的這種 新冠肺炎病毒 還有相當的保護力 但如果是遇到那種 六拉大概就 大概就沒有沒有不敢說保護力很好 不過對於那種原始還是可以 所以只要邊境管制做好 不要讓六拉病毒侵入台灣的話 我想 再至少先 打一劑 已經接近50%了 所以 在這個情形下 戴口罩群其所保持距離 我想疫情還是一個程度可以 相當的控制 那麼關於疫苗打的問題 但是等一下蔡吳市長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那我們這次所謂的中央 因為目前是 整個這種 疫苗接種完全是中央接管 所以我們事實上我們是提供那個四打名額 那我們台北市開出的量 第五梯次 我們開了 73650 73650 的這種 接種量 那到昨天下午點 事實上已經登記的是 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八 當然我是不曉得為什麼會 還剩下這麼多那個 名額你知道 事實上我們開的是 七萬三 昨天看到昨天下午是五萬六 所以 大概還會再開放議約 到8月9號 中午 所以 如果有接到通知裡面 可以去議約的就趕快去議約 因為這一批還是 應該打莫德納 那 至於我們台北市政府這樣 那個下個禮拜我們要打主要打的是補教業者 大概 還有那個 過去我們在 長者專案裡面 沒有上網預約的 事實上可以透過民政局的 電話預約 這加起來大概有 一萬七千人 那我們會集中在這個發佛 正宴館去打 那麼 明天是這個 父親節 這個 這個 家族聚餐一定會有 不過 還是注意 這個 同桌吃飯 保持距離 也就算沒法做 不然就要加隔板 還有一點 不要混著吃 這個還是 原則上還是個人套餐 這個 這個拿下口罩 群聚吃飯還是 對感染來講還是最危險 當然 其實這樣 打電話 父母親就很高興 這個所以視訊就可以了 不一定說一定要聚餐 這個 信義到最重要 這是這樣 那至於那個 試打疫苗的細節 我們就請 蔡副市長 來跟大家再做一些說明 我們台北市在這個疫苗的接種 這個市長每天都非常的關心 那我們都按照這個 既定的旗程 一方面配合中央的接種 那二方面我們也 在整個 相關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也盡量努力的 來幫這個特別需要接種的民眾 來為他們服務 所以剛剛市長有提到說 整個台北市的這個 第一劑 我們的疫苗的接種覆蓋力 這個是8月5號 的一個統計數據 已經來到46.9 46.9 那其實 第二劑的部分 也慢慢的 跟上來了 目前 台北市 打完這個第二劑 也有8萬7千多 那也佔了 百分之3.4 那繼續的 在成長 所以能夠來提高 這個 覆蓋力 是我們 還是最重要的 那各位知道這個 所謂的 46.9%的 第一劑的覆蓋力 其實 以我們的人口來算的話 已經 超過120萬的人口 已經接種了這個 第一劑的疫苗 那另外 就是說 在昨天 昨天 所截止的這個第四劑的 疫苗的接種 中央這個 第四輪的接種 已經到昨天告一段落 那我們做了一個統計 從7月30號 到8月6號 那整個 接種的總數 我們預約總數 是14萬2000 那實際接種是 15萬3525劑 那上次也跟大家報告過 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接種點 有200多個點 所以這當中 當然就是 每一個診所 那他都會有加一些殘劑 因為他不會剛剛好 所以看起來 民眾這個接種的意願 是非常的高 我們也感謝市民朋友 都能夠來配合 疫苗的接種 我們繼續在努力 謝謝 好的 針對我們台北市確診個案的足跡公佈 麻煩黃市長幫我們 黃副市長來幫我們說明 好的 今天要公佈的是 台北市今天的這個案例 15874 這一位是在 虎林市場 販賣雞肉的攤商 他在這邊的時間是 8月3號8月4號8月5號 早上6點到11點 那在虎林市場 在新一區虎林街74到76巷之間 也就是 他是在一個路邊的市場 那8月6號早上6點到7點也在這裡 8月4號 他在11點半到11點40左右 他到了 台北府城隍廟去參拜 在松山區的虎林街 那這個場域已經清銷完畢 那今天停止開放一天 那目前這個案例比較特別的是 他其實是 在7月份7月10號已經打過原疫苗 那因為當時 因為北農的問題 所以我們整個在 全台灣的批發市場都做了所謂的 要求PCR檢測 所以他在7月1號 7月2號 7月8號 7月14號 7月21號 因為他都在新北的家庭市場 批貨 所以他做了5次的PCR的檢查 都是陰性 那在8月5號的時候也是一樣 按原例在每個禮拜要做檢測 所以他測出陽性 那我們現在已經去檢測他的抗體 那主要是他在於 他在這邊批貨的時候 他每個禮拜其實都有做檢測 那檢測出來的狀況跟這一次的 他的CT值是32 那台北市在今天特別表示了 下個星期要來幫補教業注射疫苗了 另外在預約的部分還有缺額 也歡迎民眾趕緊預約 先來購物 我先來購物